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继续带您来看到的是 希望鼓励罹患癌症的病友能够勇敢抗癌 有一群由癌友组成的抗癌勇士自行车队 展开了环岛行动 抵达高雄由市长陈菊亲自的出面欢迎 11月2号从台北国父纪念馆出发 台湾癌友运动发展协会带领50多位抗癌勇士与家属 展开13天的热爱生命自行车环岛活动 抵达高雄市长陈菊亲自欢迎表达敬意 所以说今天我看到每一位曾经有过 生命中最严酷挑战在场的每一位朋友 我在这里跟大家加油打气 我看到大家有这么一个生命中 这么高的一个热情 那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打败 总计1100公里的路程挑战者中不乏年过70 或者以气切造口呼吸 而理事长吴欣传 其实也是罹患大肠癌的癌友 他说大活上苏花下难回 已完成567公里里程数 即使在困难都要克服 只为鼓励更多癌症病友能勇敢乐观 多运动永不放弃 对抗必魔 去年我们有13位 这13位 环台以后回来都养成运动的习惯 都在运动场都是 在脚踏车界都是佼佼者 因为他们都是癌症三期四期 但是没有一个人花病 一阵拍照寒暄 抗癌勇士们再度踏上自行车 带着满满的热情与祝福 向下一站前进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